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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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哪裡? 來到首爾,到底可以不要去廣張市場了? 這裡根本就是一個美食天堂 然後我們現在去看裡面有什麼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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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後面這個呢,就是在首爾一個 只有道地人才知道網紅美食 它叫Giant Cheese Fish Ca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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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糕很香 而且裡面還有夾一點Occupus 然後它這邊還有很多不同不同的薑 你可以自己慢慢倒自己慢慢撇 好吃好吃 來韓國有兩個必吃早餐麵包店 應該是愛在豆豉 還有另外就是最近和紅紅之間 欸不錯 熊果店 这家义山东寒雾村 在以前的时候是一些很旧很旧的寒雾 自从房子咬到直接变成很火红的旅游景点 这边有很多网红咖啡厅和网红美食 所以这边也叫义山东咖啡街 走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 全家乱却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事 走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事 将来看看有什么好事 在外面放开 我一起去看看有什么好事 我现在去看看有什么好事 我现在来看看有什么好事 都会脸上走 我现在来看看有什么好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的,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长庆宫 从2019年开始呢,他们就有开放给民众夜游长庆宫 他们是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哦 只需要1000韩币 如果你穿韩服来的话呢,直接免费 我给你一个小灯咯 Zither Harp 我跟妳講這個時候是很讓我很驚喜啊 超好吃 我跟妳講我的天啊 我跟妳講什麼時候可以把你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